字幕产傳 哈囉!大家好,我是 Raid 歡迎來到 SayMake 對於第一次使用蘋果商品的朋友們 面對一連串的功能設定 難免會感到害怕 我們將透過這次的教學 帶著你在有WiFi的情況下 启动iPhone 4s的iOS 5作业系统 首先,请先滑动滑杆 为你的手机选择语言类型 完成后按下右上角的箭头图示 接着再选取你所在的国家或地区 完成后,点选右上方的下一步 点选启用定位服务来确认你的所在地 接着点选右上方的下一步 接下来,你会看到无线网路设定的部分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要连接的无线网路 设定完成后,点选右上方的下一步 在设定iPhone中,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iPhone 那你可以选择设定为新的iPhone 如果你是iCloud的使用者 那你可以选择从iCloud备份回复 或是在你的电脑里面有iPhone的备份资料 那你可以选择从iTurns备份回复 然后你会看到登录或建立Apple ID选单的部分 这项步骤的设定在iOS 5中是相当重要的 可以让你启动Apple ID在iOS 5中的各项功能 所以建议你可以登录或建立一组账号 接下来按下条款和条件的同意选项 花点时间,等iPhone完成Apple ID的各种设定 在设定iCloud的功能中 我们选择使用iCloud 让各式装置中的资讯能够互通 然而iCloud不单只是有同步资讯的功能 同时它可以将你的档案做备份 接下来在搜寻我的iPhone中 它让你就算遗失手机也不用再感到害怕 透过手机定位的功能 让你可以轻易地确认遗失的位置 接着你可以选择是否将你的使用情况回报给Apple 这样一来 你就完成启动iOS 5的功能了 想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 欢迎造访 SayMake 请不吝点赞订阅